前世,夫君赵林苍为了前途,把怀胎六月的我送给康王。秦王将我腹中的胎儿当作转运株,我被生生淋虐而死,一失两命。等我死后,赵林苍作贼心虚,心狠地把我的魂魄锁在锁魂井内,让我永世不能超胜。而他转头就迎娶了尚书府千金为妻,踏着我的尸骨上位。可笑我非要下架给他为妻,竟落得如此下场。幸好老天有眼,竟让我重生了。 在睁眼,赵林苍正拉着我的手,申请款款道,阿农,你先去帮我招待秦王殿下,我随后就来。我看着眼前的赵林苍,他俊挺地眉眼清澈深情,根本看不出半分伪装。前世我不已有他,一口硬下,独自前往赵峰院接待康王卫元。 起料才刚走入院内,就被灌下了迷魂汤。魏昭抚着我的脸颊,笑意淫淫地占有了我,直到我腹中的孩子生生滑胎,方才罢休。 我才知道康王卫元最是痴迷迷信邪术,认为和孕妇欢和,便可用孕妇腹中的胎儿当作转运珠,便可催望他的运势,让他一生顺风顺水。 可怜我腹中早已成型的孩子,就这般命丧黄泉,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出来见我一面。 孩子落胎之后,我就此拜了身子,整日缠绵病榻,郁郁寡欢。 兵部尚书之女萧鱼鱼迫不及待地找上门来,亲自为我喝下贺鼎红,又放了一把大火,把我送上了西天。 可笑我死后尸骨未寒,赵林仓就迫不及待迎娶了萧鱼鱼上门,风光大曲。 我强压住心底汹涌的恨意,看着面前的赵林仓,缓缓鬼笑,好啊,妾身,定不如使命。 赵林仓亲自目送我,走入赵丰院,而我前脚才刚走入院子,就见身侧有个嬷嬷手捧一碗黑乎乎的汤药朝我走来,一切都跟前世一模一样。 郑嬷嬷说让我喝了安胎药,免得腹中孩子突然闹起来,唐突了康王殿下。 我乖巧笑着硬好,一边顺势接过这次碗,只是,啪。 我的手不小心一滑,这次碗瞬间便落地,摔成了无数片。 嬷嬷脸色一变,我淡淡地抢仙道,安胎药罢了,你再去熬一碗,送过来便是。 这嬷嬷想了想,到底是咬着牙,火急火燎地退下了。 我冷笑一声,这才大步走入了寝房。 寝房内光线昏暗,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催情的淡淡异乡。 魏元正邪倚在前方床榻上,阴柔的眉眼让人很不舒服。 我站定在他面前,对他缓缓作医,一边道,殿下已是人中龙凤,何须再用他而转运。 这种血腥之法会污了殿下的身子。 我沉浸看着他,说得不卑不亢。 文言,魏元挑眉,似笑非笑。 可是奇商巫师说,本王三十岁时会有一劫,需用未出世的胎儿转运,才能度过那道生死观。 我无嘴道,那巫师,不过是没任人摆布的棋子罢了。 我缓缓走进魏元,殿下如今和齐王斗得厉害,都想拿下齐烟六周,当作据点。 殿下怎么不想想,您倘若当真用我腹中孩子来转了运,我解开他胸前的衣衫,娇笑道,这件事若是传出去,您在朝堂之上便有了把柄。 谁最开心? 魏元脸色陡然阴冷,他猛地攥紧我的脖梗,冷笑道,你的夫君赵林仓可是我的人,就连你也是他主动送给我的。 这件事,怎会传出去? 我双眸沉沉地回望他,你就这么肯定,赵林仓是你的人。 魏元脸色大变,下一刻,一猛地甩开了我。 我低笑,重新攀附上他的脖梗,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很快的,魏元大笑,他将我搂在怀里,任由我伺候他的身子。 唇齿之间,满是污秽。 我把魏元伺候的心情大悦。 临走前,魏元把流水般的金银珠宝抬入了我的院子。 丫鬟小桓无比担忧地看着我,我并未解释什么,转手就交给了小桓一道方子,让他熬给我喝下。 小桓的速度很快,半时尘后,一碗黑乎乎的汤药已经送到了我面前。 我站在窗边,一手抚摸着高龙的腹部,一边看着窗外发呆。 秋夜雨寒,泛黄落叶散落满地,如此凄凉。 我腹中的孩子,马上就能足六月了。 我想起三年前,赵林仓柜在我父亲面前求娶我,他说此生此事,非审华能不娶。 彼时他不过是个刚考中状元,被分配到偏远齐县当七品县令的年轻小子。 我父亲已是苍都巡抚,官拜四品。 我和赵林仓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雨夜。 他冒雨帮齐县内的穷苦百姓踏雨棚,那些百姓们都夸他是个好官。 他在雨中忙了一晚,可回头看我的眼神却依旧透着星光,明亮的相识永远不会熄灭。 我与他就此相识,然后在漫长的相处中,逐渐交心。 他说他要做最好的父母官,为民请命,忠肝义胆。 他也拉着我的手,对我说着情话,说会用生命守护我,绝不辜负我。 当时我父亲已经替我订了一门亲事,是北周巡抚之子宋思顾。 我父亲并不同意我和赵林仓来往,逼着我和宋思顾订婚。 可订婚前夜,赵林仓跪在我家府门前,淋了一夜余。 我舍不得见他受苦,便与他一起淋雨跪着。 一直到天亮,我父亲才肯露面。 他已是怒急了,沉声道,农儿,你若非要嫁给他,那就与我断绝妇女关系。 可笑我当时满心满眼,全是赵林仓爱我的样子,哪里还顾得上妇女之情。 我终究还是选择背叛父亲,和赵林仓成了亲。 大婚那日,没有封关下配,没有聘礼嫁妆,我浑身只穿了一身红衣衫,盖了个简陋的红盖头, 在喜娘的见证下便算是礼成。 转眼三年了。 这三年,我父亲果然没有再与我有过一丝联系。 而赵林仓,也曾数次旁敲侧击地问我,父亲可曾联系过我。 上辈子我蠢得可以,还以为他是在担忧我。 可现在在想,他从一开始,就是想通过我,攀上我父亲的关系而已。 他想要通过我父亲,升官升职,一步一步往上爬。 却没想到我父亲竟然真的这么决决,对我这个女儿,说不要,竟真的就不要了。 他在我面前伪装了三年,耐心早就已经耗尽了。 所以他一攀附上了别的高质,第一件事便是将我推入深渊。 然后,踩着我的尸骨,上胃。 我透着满腔的恨,仰头喝下了手中的堕胎汤。 腹中的孩子,不能要。 我绝不能生下赵林仓的孩子。 很快,阵痛来袭,一股股鲜血从身下流出,剧痛袭来。 接下去半月,我专心在房中休息, 又一直命小桓熬不要,一直给我调理身子, 因此身体恢复得还算迅速。 如今的赵林仓,其实早就已经和萧玉勾搭上了。 大概在半年前,赵林仓曾对我说起, 说兵部尚书的女儿在途经其限时, 不小心被一伙土匪给绑架了。 是赵林仓英勇剿匪,才顺利就出了萧玉宇。 想来就是在那个时候,赵林仓就和萧玉勾搭在了一起。 怪不得短短三个月,赵林仓就被调到了京城, 在大理寺做起了郑六品的主事。 从偏远穷县,一下子提拔成了京官, 实在是反常得很。 只可惜上辈子被猪油蒙了心, 满脑子都沉浸在怀孕的幸福里, 根本就没有往深处想过。 现在回想,还真是处处都透着可笑的破绽。 这几日赵林仓依旧日日来看我, 眼下他细细地打量着我,一边试探道, 阿农,你觉得如何了? 我红着眼握住他的手,颤声道, 赵郎,我始终浑身无力, 带下血淋漓不尽,这可如何是好? 我一边说,一边扑入他怀中, 说着自己的害怕。 赵林仓的眼中闪过一丝阴狠, 嘴边却依旧温柔道, 别怕,我定会好好护你的。 我哭道,那康王为何要这般对我? 竟还活活将我们的孩子给。 说到后面,我大哭失声。 他抚摸着我的脊背叹道, 康王是圣上的亲弟弟, 我不过是个区区六平小官, 胳膊拧不过大腿, 阿农,我也没有办法。 我颤声道,那, 他日后若是又要我, 该当如何? 赵林仓深情款款地捧住我的脸颊, 阿农放心,不管他怎么要求你, 你永远是我的妻子, 我绝不会抛弃你。 这就是要我继续伺候康王的意思了。 我强忍住心底的阵阵反胃, 垂眸啜气。 赵林仓并不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自己留的, 他一直以为是腹中孩子 是被献祭给了康王, 才被划了台。 等赵林仓走后, 擦掉脸上的泪水, 冷笑起来。 他不是声称孕妇肚子里的胎儿 能转孕吗? 那就让康王好好转转孕。 我依旧慢悠悠地在院中养病, 可有些人却已经等不及了。 这日下午, 小桓正拖着我去院子里晒难得的阳光, 就见一道窈窕的身影朝我冲来。 正是许久没见的萧雨雨。 与当初在齐县初见时不同, 此时的萧雨雨, 脸色红润, 身形开始充斥着一丝风雨, 只是他的身后, 还跟着好几个凶神恶煞的嬷嬷, 一个比一个院读刻薄。 他走到我面前, 屈高临下地看着我, 阴冷道, 暂定地坐在椅子上, 挑眉道, 我死不死, 关萧姑娘什么事。 萧雨雨恶毒一笑, 自然和我有关。 说及此, 他挥了挥手, 盯着我一字一句道, 把他压着, 灌汤。 他冷笑道, 沈华农, 时间不等人, 要恨, 就恨你自己不中用吧。 说话间, 他身后的嬷嬷们全都朝我扑来, 把我紧紧禁锢。 这群嬷嬷一个比一个力气大, 几乎是一下子就将我紧紧压制在身下, 险些栽倒在地。 我一边挣扎着, 一边赤红嘴眼看着他, 萧姑娘, 你这是做什么? 萧雨雨居高临下看着我, 哥哥大笑道, 你竟然问我要干什么? 还真是可怜啊, 死到临头了, 竟连自己为什么要死都不清楚。 我始终傻傻地看着他, 萧雨雨,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我就大发慈悲, 让你死个明白。 萧雨雨满脸催着恶毒, 我和赵狼两情相悦, 可你却这般不知趣, 非要霸占着正妻的位置。 萧雨雨冷哼道, 也只有你死了, 赵狼才能在名正言顺娶了我。 我静静地看着他, 你就这么确定, 赵林苍对你是真心。 萧雨雨大笑, 他对我自然是真心, 难道你以为我是你这样的可怜虫? 连自己丈夫的心都留不住。 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 在我面前炫耀着他的本领。 他得到了赵林苍的心, 他比我厉害, 比我美貌, 比我有本事, 觉得他跟我不一样, 却不知自己也不过是被渣男玩弄的一环。 这一次, 他可以为了上位, 把我杀了。 那么下一次, 他同样可以为了上位, 把萧雨雨也给杀了。 我扑斥一笑, 你说得对, 我连自己丈夫的心都留不住, 实在是比不过你。 萧雨雨翘着下巴, 愈加得意, 一边用眼神示意深测的嬷嬷, 往我的嘴里灌下贺顶红。 可就在此时, 我拍了拍手, 瞬间便有许多影卫从暗中闪现出来, 很快就将这群雕奴致服在地。 萧雨雨被突发的状况吓了一跳, 半晌才回过神来, 尖叫着转身要跑。 我冷笑道, 把他捆了, 扔到书房去。 影卫们很快应试, 将萧雨雨五花大绑扔到了书房门口, 用麻袋绑着。 上辈子, 我已经在萧雨雨手里栽了一次跟头, 这一次我自然早早就做了准备。 我早就让小桓在外头用高架在杀手阁买了一批影卫保护我, 哪里还轮得到那群雕奴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我前脚才刚把萧雨雨扔到书房前, 后脚赵林仓就出现了。 他满脸惊恐地看着在麻袋里扭来扭去的人影, 一边正正地看着我, 他必然是困惑于事情为何会变成这样。 我离花带雨地扑到赵林仓怀中, 颤声道, 夫君, 也不知这是什么人, 竟会突然闯到我的院子里, 还说要用贺鼎红堵死我。 赵林仓一听, 脸色微变, 可他还是顺势把我搂在怀中, 干巴巴道, 这, 不会吧, 会不会是其中有什么误会? 我抬着寒泪的眼眸看着他, 他亲口说, 说他和夫君两情相悦, 所以他要杀了我, 他才好嫁过来当续贤。 我一边说, 一边走到萧雨雨身边, 扯掉了他头顶的麻袋, 又拔了堵住萧雨雨嘴的破步。 我和萧雨雨一起看向赵林仓, 让赵林仓自己解释, 可赵林仓只是微白着脸, 愣是说不出一个字来。 我道, 夫君, 你若是喜欢萧雨雨, 为何不与我说? 你大可将萧雨雨取进来, 当个贵妾。 可萧雨雨一听贵妾, 脸色都气炸了, 他疯了一般的大喊, 说他才不要当妾。 我冷笑道, 你方才要给我下贺鼎红的话, 我院子里的人全都听见了。 夫君, 不如把萧姑娘送去金赵尹。 萧雨雨立马看向赵林仓, 尖叫道, 赵林仓,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还不赶紧把沈华农杀了? 这不是咱们事先说好的吗? 我正住, 脸色煞白地看向赵林仓, 林仓, 他说的是真的吗? 原来你也想我去死。 赵林仓额头冷汗颤颤, 结巴着语气道, 话浓, 我, 我怎会是这般心狠之人? 其中是有误会的, 你, 你听我解释。 赵林仓道, 是雨雨雨误了我的意思, 所以才会做出这等错事。 今日之事, 还是不要惊动金赵尹了。 我挑眉道, 所以夫君是真的早就和雨雨雨妹好上了。 既然如此, 我也并非小气之人。 我淡淡道, 你我夫妻一场, 相伴三年。 你何苦非要娶我性命? 未免太心狠了。 不如你我就此和离, 我从此隐姓埋名远走京城。 我道, 日后你和萧姑娘如何, 那便是你们的事情了。 赵林仓脸色一变, 身侧的萧雨雨却满口硬好, 逼着赵林仓答应下来。 萧雨雨一哭二闹三上吊, 非要赵林仓把和离书就此写下。 赵林仓不敢得罪萧雨雨, 一刻钟后, 到底是将和离书交给了我。 我连夜便搬出了赵府, 动作干脆利落, 毫不拖泥带水。 小华有些犹豫, 可是姑娘, 我看姑爷的意思, 好像对你还是有些不舍。 我冷笑道, 她对我哪里是不舍? 她是看萧雨雨没有把我杀了, 所以心有不甘呢。 我父亲毕竟是正四品的仓都巡抚, 管理着仓都四周, 是圣上颇为已重的时辰。 如今我还活着, 她必然害怕我会去和父亲告状, 只有我死了, 才会死无对证。 我当初因为非要嫁给赵林仓, 而和父亲闹翻, 如今和赵林仓合离了, 只要我回家去和父亲认错, 我父亲定不会不管我。 而到了那时候, 赵林仓也就离死不远了。 我带着众人浩浩荡荡地搬进了城南的一处小宅院, 并吩咐小华和影卫们, 在接下去的这段时间一定要提起十二分的精神, 时刻小心有人要害我。 而在接下去的一个月内, 各种杀我的刺客果然层出不穷。 他们全都是赵林仓派来杀我灭口的, 就是怕我真的和父亲联系上。 赵林仓做贼心虚, 只有我死了, 他才能放心。 只可惜, 保护我的人中, 除了我自己买的影位, 还多了好几股势力。 光凭一个区区赵林仓, 就想把我杀了, 真是痴心妄想。 我将手中的密信交给其中一个暗卫, 把这信交给你家主子, 越快越好。 暗卫接过信件, 很快消失在了窗边。 合离之后, 我便一直出入康王府, 伺候魏元。 房内点燃着浓香, 能让人舒缓身心。 我总是帮着魏元揉捏着太阳穴, 专门熏过雪岚香的袖口, 轻轻落在魏元的脸颊上。 魏元俯过我的手, 你熏了什么香? 这香竟如此别致。 我低笑着和他打闹, 青翅王爷没个正行。 魏元最是迷信, 整日痴迷玄黄之术, 就连出门前都要算上一挂。 前些日子, 我给魏元介绍了 北方地区最具威信的萨满。 魏元对他很满意, 整日将萨满带在身边, 不管是出门还是问世, 都要先问问萨满的意见。 今夜, 魏元才刚从皇宫出来, 浑身肃杀。 他问萨满, 皇兄的身子每况愈下, 太医们却束手无策, 只说是内窥的厉害。 魏元的眼中隐藏着无尽的野心, 不知皇兄这病, 可能熬过去。 萨满垂眸, 说要给圣上占卜一挂。 开坛做法间, 萨满挥动着自己的权杖, 开始占卜问鬼神。 我则伺候魏元在一旁, 帮他端茶地水。 一刻钟后, 萨满脸色大变, 他跪在魏元脚边, 沉声道, 王爷, 圣上此病, 怕是要九死一生了。 魏元嘴边的笑意快要压制不住, 却还是故作冷声道, 说下去。 萨满道, 实不相瞒, 乃是朝堂之中出现了专刻帝王星的邪碎。 倘若这邪碎不除, 不单是圣上, 就连王爷也要受到行客。 魏元脸色大变, 勃然大怒奸, 逼问萨满此事该当何解。 萨满道, 开坛做法, 让文武百官齐聚宫中, 届时我来主持大局, 等邪碎现身后, 必然天降一响。 魏元沉声, 好, 那就依照大师所言。 我和萨满交换了一个眼神, 就听萨满道, 只是到时邪碎现身, 煞气太重, 就怕圣上和王爷的圣体, 腰扛不住。 魏元正在质问, 就听萨满道, 不过, 王爷到底年轻, 只需要一名孕妇腹中的胎儿 当转孕珠庇佑身体, 便可无碍。 可圣上却以年事已高, 老朽也以无能为力。 魏元一听, 心中暗自窃喜, 这么一来又能抓了邪碎, 又能直接把皇兄克死, 岂不是两全其美? 圣上当了二十多年的皇帝, 却只有一个皇子, 还是个吃傻皇子, 风风颠颠, 目不识丁。 等皇上一死, 这皇位, 自然是轮到康王魏元 和齐王魏丰相争。 魏元心底百转千回, 面上却淡淡道, 那就按照大师说的办, 先把朝堂中的邪碎抓了再说。 入夜, 我安排了几个貌美女子 入了魏元的寝房, 我一边帮魏元宽衣, 一边柔声道, 王爷, 那赵林仓的妻子消逝, 如今怀胎五月, 是最适合当年的转运珠的。 魏元伸手抬起我的下巴, 低笑, 好啊, 那就按你说的办。 如此一来, 正好也可以探一探, 魏元眼中冒出狠色, 他赵林仓到底是谁的棋子。 三日后, 魏元约了赵林仓在避数阁见面, 而赵林仓还将萧宇宇也带来了。 在赵林仓与我合理后的第三个月, 他就迎娶了萧宇宇进门。 萧宇宇如今脂粉未失, 大富翩翩, 已经风雨不少。 赵林仓拉着萧宇宇进厢房的门时, 还高高兴兴地对赵林仓道, 夫君, 你将我带到这做什么? 赵林仓甚至不敢看萧宇宇的眼睛, 直哑声道, 于宇, 你, 你且在这里, 我等会就来接你。 说话间, 赵林仓落荒而逃。 萧宇宇正想对着赵林仓追上去, 可厢房内已经冲出了几个大汉, 将萧宇宇猛地禁锢住, 将他强压入了厢房。 厢房内, 卫园坐在正中央, 而我则在身侧伺候卫园。 萧宇宇一见到我们, 脸色惊悚得大便。 她颤声道, 你们将我抓到这来做什么? 她挣扎着想要逃出去, 却怎么也逃不脱。 我无嘴轻笑, 王爷, 看来萧姑娘这是太高兴了, 所以一时找不到北了。 我走上前, 捏住萧宇宇的下巴, 将手中的一粒药丸塞入了她的口中。 萧宇宇恐惧尖叫着, 质问我给她吃了什么。 可我并未回答她, 而是对卫园扶了扶身, 柔声道, 王爷, 我在外头随事, 您可随时吩咐我。 说话间, 我转身走出了门。 门外, 侍卫们正紧紧压住赵林仓, 逼着她跪在房门外。 我居高临下看着她, 笑咪咪道, 夫君, 好久不见啊。 啊对了, 你我早已合理, 如今我倒是该唤你一声赵大人。 赵林仓赤红着眼看着我, 哑声道, 阿农, 求你, 求你。 可后面的话, 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蹲下身, 缓缓抚过她的脸颊, 柔声道, 求我什么? 求我不要伤害萧羽羽吗? 赵林仓颤声道, 不, 不是, 我只求你能, 你能饶过我。 她眼中满是狼狈的贪生怕死, 我不想死, 阿农, 你放过我好不好? 放过我。 我咯咯低笑, 放过你。 放过你什么? 当初你把我献给赵林仓, 后脚又派了那么多杀手追杀我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放过我? 说到最后, 我猛地捏住赵林仓的下巴, 鬼笑道, 赵林仓, 我会把这些痛苦加倍偿还给你们, 一个都别想逃。 很快, 房内传来了笑语与淒厉的惨叫声, 魏元在床上的手段向来有独特的怪癖, 总能把女子们都折磨得遍体鳞伤。 上辈子, 我就是被她生生折磨得没了大半条命。 赵林仓痛苦地想捂住自己的耳朵, 可身侧的两个侍卫连忙郁家强硬地捏住了赵林仓的手, 不让她动弹一份。 萧玉不断哀嚎着, 妻力大喊着让赵林仓来救她, 只可惜她的赵林仓贪生怕死, 只顾着自己保命, 哪里会在乎她的死活。 一直等到一个时辰后, 浑身是血的萧玉宇才被人抬了出来。 她脸色惨白, 双眸麻木, 已是出气多, 尽气少。 我担忧道, 赵大人, 快将你夫人带回去, 好好补补身子, 今日真真是辛苦她了。 我对着侍卫们使了个眼色, 侍卫们这才松开了赵林仓。 赵林仓脚步跟跟呛呛地对着萧玉宇追了上去, 不敢有丝毫停留。 我弯起眼, 命人伺候魏袁沐浴更衣, 这才跟着魏袁回了康王府。 萧玉宇回到赵府后, 赵林仓连忙派了最好的大夫给她看病, 可萧玉宇的身子被玩弄得太厉害, 就连大夫看了都吓得脸色发白。 赵林仓又花了大量百年人参给萧玉宇治病, 终究是调回了她的一条命。 可等萧玉宇醒后, 却大哭大闹着要回娘家, 说要和赵林仓合离, 还要将这件事告诉自己的父亲。 他父亲是兵部尚书, 官拜三品, 朝堂之上颇有实权。 赵林仓一听, 自是不答应, 便命人将萧玉宇软禁起来, 不让她踏出房门一步。 萧玉宇气得怒火攻心, 好不容易养了好些的身子, 就又这么溃败了下去。 性德关键时候, 我及时出现在了萧玉宇的院子里。 我的暗卫们将门口的小丝三两下便打倒在地, 我闯入房内, 站在萧玉宇面前, 哀怜地看着她。 萧玉宇防备地看着我, 立声道, 你来做什么? 我柔声道, 我自然是来救你的。 一边说, 一边让暗卫们将萧玉宇从床上搀扶起来。 我道, 你不是想回家吗? 你不是想将这一切告诉你父亲吗? 那我便助你一臂之力, 带你回萧家? 萧玉宇起先并不信, 可她没想到, 我是真的把她送回了萧家。 萧玉宇抬头看着自家大门, 含泪看着我, 你,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道, 这一切都是赵林仓的错, 你又有什么错呢? 你也是个被她蒙蔽的可怜人罢了。 萧玉宇落下泪来, 独自回了萧府。 我心情大好, 带着小桓在京城的街道上悠哉逛街。 在经过一家首饰店时, 我独自走了进去, 买了一些时下最流行的款式。 铺子二楼, 宋思顾早已在那等我。 宋思顾看着我, 满脸担忧, 期望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下月十八, 在宫中开的祭祀大典, 你无需在场, 我会派人护送你离京。 我静静地看着他, 可我有自己要做的事。 你放心, 我会保护好自己。 宋思顾探道, 从小到大, 你总是有自己的主意。 我道, 宋思顾, 谢谢你。 宋思顾揉了揉我的脑袋, 轻声道, 不管你在哪, 我都会护你。 我含泪作医, 转身离开了首饰店。 萧宇宇回了萧家后, 果然将一切都告诉了自己父亲。 他说自己被赵临苍送给了康王, 对着父亲指控着康王和赵临苍的罪行, 一件件一桩桩, 声泪俱下。 可他父亲听罢, 却冷静地可怕。 三日后, 他父亲从赵临苍那拿到了一张和离书, 然后当夜便将萧宇宇送到了魏元的面前。 兵部尚书萧大人提着他的六女儿萧宇宇, 满脸谄媚地跪在魏元面前, 对魏元道, 据说殿下对小女喜爱的紧, 因此臣特意将小女送来。 这丫头若能留在王爷身边做个贵妾, 那也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话音未落, 萧宇宇脸色惨白, 做事要大喊。 可才刚发出一个字来, 就会被萧大人仰手挥了一巴掌。 这巴掌只打得萧宇宇头晕目眩, 栽倒在地。 魏元大笑, 大手一挥收了萧宇宇为妾, 呈下了兵部尚书的好意。 接下去半月, 魏元一直都留宿在萧宇宇的房内, 每每直到饮食才停下, 燕足入睡。 萧宇宇的身子本就没有恢复妥当, 如今又日日不得停歇, 他的身子很快便愈加溃败了下去。 等到一个月后, 萧宇宇整个人都疯疯癫癫的, 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 身下鞋始终不停, 脸色惨白, 双眸涣散。 这日晌午, 我特意带着点心去看他, 大抵是见到了故人, 他竟难得地保持了清醒。 他立声质问我, 为什么魏元整日都要折磨他, 不肯放过他。 我笑了起来, 柔声道, 因为萨满说, 你的八字最能忘他。 你知道的, 王爷一向都听萨满的话, 所以魏元才会每晚都来萧宇宇的房间, 一个晚上都不放过。 魏元迷信, 将萨满的每一句话都几乎奉为圣旨。 萧宇宇听罢, 气得浑身颤抖, 脸色猛得涨得通红。 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力气, 竟做事要起身来打我。 可他终究力气有限, 才刚起身, 就猛地跌落回床上。 我怜悯道, 你父亲有六个女儿,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你父亲亲手把你送给魏元, 你也太可怜了。 萧宇宇死死地盯着我, 气得胸口剧烈起伏, 浑身颤抖得更加剧烈起来。 他伸手直直地指着我, 嘴中想说些什么, 可话没说出口, 反而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来。 他双眸抱瞪, 浑身僵硬, 竟是被活活气死了。 我缓缓走到他面前, 淡淡道, 倘若有下辈子, 可别再去害人了, 记得做个好人。 说吧, 我弯腰用帕子擦掉他 喷在我裙摆上的血迹, 转身走出了房间。 转眼便到十月十八, 天晴无云, 难得的好秋景。 自从肾上重病后, 朝堂上的所有事, 都是由齐王和康王一起打理。 文武百官早就收到了消息, 要在今日开谈作法, 为病重的圣上祈福。 这日一大早, 众人便已齐聚在宫内的汉白玉广场前, 由萨满亲自主持祈福大局。 萨满在高台之上摆阵, 无数喇嘛在台上诵经, 范音鸟鸟, 不绝于耳。 等到阵法摆成, 原本晴朗的天际, 竟突然打起了大雷来, 甚至有屡屡闪电, 直直地朝着高台批来。 天降一向, 众人纷纷大呼, 众人皆知是为了除邪碎。 因此, 众人在萨满的安排下, 一个个轮番上台, 测试是否被邪碎附体。 说也奇怪, 有好几位大臣才刚上台, 就被天雷所击中, 几乎一下子就被劈得昏迷不醒。 萨满沉声道, 被雷击中的大臣们, 皆是和邪碎相互勾结的爪牙, 因此才会遭此天险。 众人闻言, 脸色大变, 全都议论纷纷不止。 而等轮到赵林仓时, 有侍卫连忙将他搬了下去。 等到文武百官全都测试完毕, 可邪碎却依旧没能抓到。 众人欲加议论纷纷, 躁动起来。 高座上的魏元突然冷笑道, 还有人没测试。 齐王也看向魏元, 阴沉一笑, 你说得对, 确实还有人未曾测试。 说话间, 齐王已走向高台, 站在了法阵中间。 可风和日丽, 别说是天降异象, 就连雷击都没有出现。 齐王看向魏元, 冷笑道, 我已测试完毕, 你敢上来试试吗? 魏元大笑, 有何不敢? 话毕, 魏元连忙也上了高台, 接受测试审判。 可谁知, 魏元才刚站在高台中央, 几乎是寝客之间, 原本风和日丽的高空, 竟突然变得黑云压成。 一轮黑月, 竟然一点点当空蚕食着头顶的太阳, 竟出现了天狗时日之象。 天狗时日, 黑云闭日, 大凶之象。 魏元懵了, 众人也懵了。 直到半晌, 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句, 康王竟是邪碎, 抓邪碎, 除奸命, 抓邪碎, 除奸命。 众人脸色大惊, 早已暗中待命的侍卫们连忙飞身上前, 几乎是寝客间, 便将高台上的康王魏元抓了个现行。 魏元脸色铁青, 他终于回过神来, 猛地看向还在主持大局的萨满。 可萨满看都不看他一眼, 而是对着齐王跪了下去, 沉声道, 邪碎已抓, 除邪碎, 大舟才可安。 除邪碎, 大舟才可安。 除邪碎, 大舟才可安。 各位大臣纷纷跪地, 沉声高呼。 魏元是邪碎, 杀邪碎, 众望所归。 齐王冷声下令将康王魏元关入死牢, 三日后五门处斩。 魏元挣扎着要反抗, 只可惜, 不过只是徒劳。 魏元满心以为萨满是自己的人, 可从头到尾, 这不过是齐王设立一场局罢了。 在我和赵林苍合离后, 就已经联系上父亲。 父亲和齐王都要拥护三皇子为太子, 让三皇子继承大统。 这么多年, 三皇子在宫中装疯卖傻, 不过是为了自保。 魏元心狠手辣, 将皇上的几个子嗣全都害死, 只留下三皇子一条血脉。 只有将魏元除了, 三皇子才能顺利登地。 而魏元打入死牢的当夜, 就被齐王一壶毒酒, 亲自送上了西天。 魏元一死, 他的爪牙群龙无首, 再怎么折腾也已翻腾不出浪花。 一切事宜终于落下帷幕, 等到深夜, 我提着一盏孤竹, 亲自去了赵府。 赵府内, 赵林苍正半死不活地躺在床上, 浑身散发着一股胶胃, 只剩下一双眼睛还能转动。 我站在他面前, 捂着帕子看着他。 我轻笑道, 赵林苍, 你如今这副样子, 倒是顺眼多了。 半死不活的植物人, 真是解气急了。 赵林苍看着我的眸光透出恐惧, 嘴中发出几个破碎的词来, 阿农, 你。 我淡淡道, 来人, 把赵大人搬出去。 赵林苍脸上的恐惧更甚, 他拼了命地想说话, 可说出的终究只有几个不成调的音符。 我带着他, 一路去了城郊大喜寺的后院。 上辈子, 我被萧羽冠下鹤顶红后, 萧羽又放了一把大火, 将我的尸身烧成了灰烬。 赵林苍做贼心虚, 开始陷入梦魇。 他总是梦到, 我浑身是血地出现在他面前, 找他索命。 于是, 赵林苍想出了一个法子。 他找了高僧, 在大喜寺的寺庙后山, 挖了一口锁魂井。 他把我被烧焦的尸骨埋在那口井下, 再用锁魂阵困住我的魂魄。 让我永生永世, 不得超生。 这一次, 我也要让他尝尝, 魂魄被困在阵法里, 日日夜夜被火灼烧的痛苦滋味。 大喜寺的后院, 那口井我早已让那高僧设好了阵法。 我走到赵林苍身边, 轻笑道, 日后这就是你的家, 你乖乖待在家里, 可千万不要乱跑。 说话间, 我让侍卫们赵林苍推下了锁魂井。 我转身, 缓缓离开了大喜寺。 东方逐渐泛起了鱼堵白, 这夜, 终究是要过去了。 三个月后, 京城多了一家茶楼。 茶楼老板娘是个独身女子, 长相貌美, 却没有夫君和孩子。 每当有人要向他做美食, 他总是笑着婉拒。 大理寺少卿宋斯固总是来寻他, 可二人始终君子之胶蛋如水, 并没有深入一步。 又一年中秋, 宋斯固又来寻我, 可我依旧闭门不见。 我的心早已千疮百孔, 又何苦再去耽误了宋斯固? 我和宋斯固一起长大, 当初我父亲也早早为我们定下了婚事。 是我识人不清, 非要闹着嫁给赵林苍。 如今我孤身一人孤独终老, 也是我该承受的报应。 只是想了想, 我给了小桓一盒苦白茶, 让他转赠给宋斯固。 是为煮成茶, 甘苦皆自渡。 可很快的, 宋斯固却强闯禁院, 笑意隐隐道, 疏如香色眷由爱, 茶思苦言中有情。 阿农, 中秋月夜, 一起品茶吧。 我愣片刻, 终究泪流满面。 全文完。 3,5,6,9,2,6,6,6,7,6,5,7,9,6,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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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7,8,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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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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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7,8.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